字幕志愿者 刘雨昕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引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任务的专访,议题的证据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也有Podcast 比较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我们也期待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您的捐款才能够让独立媒体走得更远 更好做更多更深入的报道 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我想在台湾有非常多的公共建设 有很多的开发案 当然有些开发案对于国家的发展 对于人民的生计它会是一个好事 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开发案 对于人民的生活 或者是它的所谓的财产 或者是居住的权利都造成很大的冲击 而这个造成冲击是不是对国家的发展 是不是一定有好处 恐怕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实际上长期以来 公共都非常关注的桃园航空城的案子 桃园航空城是台湾最大的 史上最大的开发案 它涉及到的地理范围 人口以及这些整个产业的发展 甚至国家的这个门面都有非常大的关系 不过在这过程当中也出现了很多的 这个破签的案例也有好多的诉讼 在现在仍然在进行当中 所以我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就来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下 这个桃园航空城的开发案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会比较从一个概略性的 从一个整个发展或者整个规划的过程开始谈 我们会有另外一集的节目会来谈 在航空城里面这个范围当中的 这些被迫签的居民或者是这些律师 怎么去面对这一些很大的冲击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邀请到的来宾是 环境权保障基金会的研究员 徐孟平 孟平你好 老师好 各位环境朋友大家好 非常谢谢孟平来节目当中 跟我们一起来讨论 可不可以先请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航空城的开发案 然后这个航空城的开发案一开始是想要达到 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发展的目的吗 其实现在这个桃源航空城的开发案 它的起因就是因为说现有的桃源国际机场 有南北两条跑道 那政府就觉得说这两条跑道已经不够实用了 所以要盖第三条跑道 那政府就会觉得说无忧了第三条跑道之后 我的客运量跟货运量就会增加 那连带的周边可能就会带动一些 引入的人口或者是引入的产业 所以政府就觉得我们需要一个航空城的计划 让这个地方整体一起做规划做发展 就有了这样子桃源航空城的一个计划 那这样像这张图来说的话 灰色的中间这一大块灰色就是现有的机场的地区 对那 就包括第一航下第二航下的这个范围 对已经包含在第一航下第二航下 那绿色部分的话是桃源 交通部民航局的征收的地区 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机场 机场园区 那黄色跟粉红色的部分是桃源市政府的负责的附近地区的部分 对那整个航空城的范围面积大概是4565公顷 那目前现居人口大概3.9万人等于大概是9100多户的部分 那这个第三跑道会是在什么位置 第三跑道在绿色的地方 绿色的位置 对如果大家看Google map的话 可能会看到这个地方会有三口大皮塘 那第三跑道大概就是在那三口大皮塘上面 未来 OK 好我们看到这个刚刚谈到说 因为台湾的 这是台湾的门面 然后原来的这个跑道我们只有第一航下第二航下 也就是第一跑道第二跑在南北 可是因为整个台湾可能要迈向国际 不管是在产业或是在观光 我们可能更需要更多的这种所谓的飞机 这些货运或者是客运也好 所以它要增加了这个第三的跑道 也就是说航空城的这个整体的概念 所以它会是一个整体的规划 包括期待未来会带来很多的人口 未来会带来一些产业的发展等等 那这是一个好事吗 对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要去反对 它这个案子本身有什么问题 其实从表面上我们这样子听起来 确实会觉得说这是一件好事 它带来很多大家期待的经济发展 可是我们会真正很关注的是 那为什么我们只是要建一条跑道 需要到这么大的范围 有这么多的人需要被受到影响 那过去政府就常常提到一个重大 一个字眼叫做国家重大建设 可是其实我们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规范 去讨论说到底什么样的建设 叫做国家重大建设 而且甚至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想要做一个第三跑道的话 其实不需要下面这些土地 它一样可以做第三跑道 那像居民就会常常问说明明不征收我家的地 我们也可以做第三条跑道 那为什么一定要我搬走 我明明在这边有一个很稳定很好的生活了 对 不过对于国家来讲 它当然不会是只想说我做一个跑道 这个跑道就只有飞机下来 飞机下来要干嘛 我应该要做一个整体的规划嘛 就是说例如说 好了那飞机下来之后 如果旁边有一些仓储货运的地方 我就有这仓储货运的地方 可以让大家送货卸货 或是转运方便 转运方便可能要转运站 然后有仓储货运的地方一定会有员工 员工进来之后 我可能就会有一些住宅必须要给他们 那有住宅就必须要有道路 有道路可能就必须有些公园 学校用地等等 那对政府来讲 它不就是一个整套的思考吗 它不就是应该把 变成是一个航空城来讲 然后让大家可以住来这边 那说不定以后还可以坐机场航下等等 那或者说坐这些 这个所谓的机场的旅馆 那然后可能很多休息的设施 游戏的设施也都出来 这应该是一个整体 所以看起来它不是一个单纯的 跑道而已吧 所以如果不是为了要 改一个跑道而已 是整体的这种规划 那它当然会征收土地 就会比较大了 应该说我们做一个计划 我们其实都是希望这个地方一起变好 可是目前这个规划的方式 跟涉及到我们所谓 采用区段征收的方式 它其实以区段征收进行开发的话 它就是让原本在这个地方的人 全部都搬走 区里之后再引进一个新的 新一批的居民 或者是可能会有 但是不知道在哪里的 所以它有一个预期 但是实际上不能打成是没有人知道的 对 没错 而且这会涉及到说 另外一个是区段征收的 它有一个特性叫做财务自长率 就是说 因为现在如果你真的要做这些建设的话 它其实是需要耗费非常大的经费 但是经过一个区段征收 它里面会有一些换算的机制 政府其实不需要出到太多的经费 它可以透过这一套机制里面去 以比较低的代价去取得人民的私有土地 那让这些人迁离之后 引进其他的像是产业或者是商业区 再卖给所谓的财团 所以这也是真正大家去诟病的地方 为什么会说整个航空城范围太大 或者是征收腐烂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它就是没有考虑到 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居住的人 他们其实是想要跟这个地方一起变好 但刚刚提到的例如说公园 或者是住宅区 对 其实不把这些人赶走 也一样可以做 对 也一样 只要这个社区有一个凝结在 他们这些东西就是会慢慢的发展起来 对 但是这种整体开发方式 它就是把一批人已经凝结有一段时间的人 甚至有一些人是居住在这边 可能超过百年的家族 他就是把这群人全部移走之后 让一批新的人进来 对 这边可能会有两个面向 一个面向就是在于说 到底能不能发展发展成什么样子 这国家政府会很大期待 第二个就是在土地征收的方式 所谓趋断征收 我们待会再继续的谈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说 政府都会喜欢画大笔也好 或是提供我们美好的想象 那任何的一个国家的建设 都应该要有一些评估的基础吧 就是说这里未来会有多少人 或是我常在讲说铁路高价化 那或者是铁路高价化 你要去解决这些交通问题 那你得要先告诉我 这里交通有多糟 然后这个高价化之后 这个流量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但是我常常会看不到 这个很清确的这种所谓的预估的报告 统计的报告 评估的报告 我感觉都是在画爬拉肩 就是说我觉得有多少人 就是有多少人 航空城这么大规模的建设 这个前面的评估 是经过一个什么样的历程 政府到底怎么去算出这些数字的呢 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事情 就是在我们想象中 这种这么大面积的案件 应该要有更详细的评估 但其实我们从目前的很多报告书里面 我们得不出来到底为什么 我只是要开一条跑道 我需要到这么大的土地 那甚至现在有一个蛮吊诡的事情 是我们现在已经公告实施的都市计划书 它目前公告实施的部分 只有所谓的第一起的部分 也就是这张图上黄色跟绿色的部分 但整本 是在右边的黄色跟绿色 还是全部都是 全部的黄色跟绿色 其实都是以目前已经公告实施的都市计划 也是目前已经公告征收的部分 对 但是我们在整本计划书里面 我们唯一看到的一个 例如我们以人口来说好了 我们在整本都市计划书里面看到的 就只有说这个计划发展之后 我们要有18万人进来 但是到底怎么从18万人推估到这个样子 而且这18万人 从哪里来 对其实是 也其实是绿色加黄色加红色的部分 那计划书到底有没有针对我们目前 整个一起的部分去做详细的推估 我们其实很怀疑的 因为它连一起跟二起到底有多少人 它都分不出来 那它就已经要做这样的规划 要做这样子的征收 这也是让我觉得很好奇啦 就是一个政策它应该是一个科学啦 就是应该用科学来治国 科学不是说什么研究发明 而是一种理性的这种探讨 理性的评估 理性的研究 我们才会慢慢长出一些这个跟这些政策有关的这样的一个推演的过程吗 但是按照你刚刚的说法是这个东西是非常的模糊的 对其实以航空城来说它有一个很简单的词就叫做国家重大建设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一直提到说 政府只要说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建设 好像后面的这些程序都是非过不可就是一定要做的 那有很多评估的问题 或者是这些居民到底有没有受到保障的问题 都没有办法在这个过程中很好地被讨论 你刚刚谈到这个案子还有一个很大的有一部分就是所谓区断征收 就我对区断征收的理解就是说 这是一个国家的重大建设 所以我这块地我全部都要 那这个块地我可能只会用到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二 然后其他的就是可能就是做某种的土地的转换 或是补偿给这个居民 或者是用所有交易它可能占了一部分 然后其他的可能就会做公共建设 所以他可能假设是一个 我常常在上次讲说十张椅子 他可能实际上就会用到五张椅子 然后但是其他五张椅子 他就会拿来刚刚谈到世仇嘛 就是他就会变成是说 他用比较低价的价格去租用或是卖给别人 然后作为地方政府的这样的一个税收 或是他的经费的来源 航空船也是这样一个状况嘛 其实不只是比较低价这件事情 他其实整个区断征收的逻辑 其实是因为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其实蛮多 目前是农地 对那也是私人土地的部分 所以政府用价格比较低的 比较低的价格去跟人民征收他们的农地 对 然后未来 因为他们有经过规划 所以农地可能会变成建地 可能会变成是商业区 产专区 这些区位对于政府来说是他们眼中比较贵 或者是比较有价值的土地在他们眼中 所以这些你未来他就会有比较高的价值 可以去例如说租给财团或者是标租标寿这样子 那他们所以刚刚就提到说他们是用一个比较低成本的方式 去跟人民征收土地 然后用一个比较高获利的方式去转卖转租给财团 那人民可以换到比较贵一点的土地吗 不是 可以换到比较贵一点的土地吗 要看你原本有多少土地 这是里面的换算基础 就是我的意思说他不会是一个农地突然间变成建地 然后你保留在这里 不会 不会 其实有很多人都会说一坪换一坪不好吗 就是我现在有 而且是一个农地换建地不好吗 对 那实际上不是这样子 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 那是怎么换 例如说我们假设数字好了 实际上数字可能不是这样 例如说我们 一坪的农地 它的征收价格可能是1万元 那这个地主有30坪 所以它的征收补偿金就会是30万 那中间大家会经过一些换算 比较仔细的换算 但是未来如果它要去换建地 我们假设建地一坪是3万元好了 因为它是这么远中比较有利用价值的土地 那它原本的30万的这个东西 我们会叫做权利价值 你要去换1坪3万元的住宅区的建地 它可能只能换到10坪 对就是30万除以每坪3万的意思 你只能换到10坪 但同时因为它又有所谓的换的门槛 例如说你一次要换你就一定要换超过15坪 你不能只换10坪 如果你不到15坪的权利价值的话 你就只能拿赔偿金 这就是为什么在驱断征收的过程中 有非常多的小地主会被所谓的赶出家门的关系 因为它根本连配地都配不回原来的位置 在这样的一个建设当中 我们知道刚刚谈到是国家的重大的建设 它也是一个所谓的新办事业计划 那这些东西它通常都是已经明定了 我要干嘛 我要做成什么样子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既然国家明定了 那民众有参与的机会吗 还是说我就等你来征收我的土地 然后再跟你谈下说这个土地要多少钱 你要赔我多少钱 还是我就抗争我不要搬走 在这个案子当中有多少公民在这里面 他有参与的机会 或者是他参与的部分又是什么 航空城大家会比较知道的是 2016跟2018年的时候 其实都有办所谓的停证 而且办过两次 而且我还记得是在一个大礼堂吗 对 那个礼堂应该就是现在的那个航空城服务中心 对 那包含像是不管是都市计划审议 跟征收审议跟环平审议 虽然这些审议居民都可以参加 可是其实对居民来说 真正关键是他们能不能理解 这些审议背后所代表的意义 跟这些审议中会用到的各个的专业用语 例如说其实很多居民都不能理解 为什么什么叫做产业区 什么叫做商业区 那我住在产业区 我住在商业区里面不行吗 那我就直接留在那边就可以啊 但是 所以我为什么要搬嘛 对对对对对 如果要提升这些 大家就一起提升啊 对啊 为什么要把我赶走 对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理解 原来后面在都市计划的逻辑里面 他们可能会去做限制 例如说你的商业区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做住家使用 或者是你的产业区 没有办法做什么样的使用 对 所以他们就必须搬理 那整个过程中包含都市计划 土地征收跟所谓的还评 都是有类似的状况 就是对于这些领域都有非常专业的名词 或者是程序 但居民可能没有办法这么理解 那他们会做的可能就是 像刚刚老师讲的抗争也好 或者是他就是去会议上面 发言说我不要参与征收 但因为这个 通常就会被官方认为是没有对焦 所以他们的反应可能就没有这么有效 这是第一个 那我觉得第二个很有趣的问题 是所谓的参与的部分 其实像是我们的都市计划审议会 跟我们的土地征收审议会 他们的审议方式都是相对于封闭的 因为像我们过去参与的经验来说好了 都是会去现场 去讨论说好 我们今天正方跟反方 我们只能有多少人进去发言 那那个多少人通常只有三到五个 对 而且发言时间也很短 只有三分钟 那想如果你今天是一般居民来说好了 你要讲一个三分钟的话 让一个所谓的专家学者能理解 可能就有点困难了 你要去说服他还要打动他 对 那很困难吗 很困难对一般人来说真的很困难 所以你可能要练好什么脱口秀 是你的业家技术很厉害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啊 对 所以就会变成加重那个居民他们在参与上的门槛 对 那还有另外一个是像是 他们很常被分成是支持方跟反对方 可是有些对居民来说 我就不是要支持 各位我不是要纯粹的反对 没错没错 你可以建我没有问题 但是你为什么一定要征收我家来建 可能我就是没有必要性啊 对 那还有另外一个是通常我们这样种公民团体 都很容易被分配到所谓的反对方 那我们的名额就会共同计算 然后就会挤掉那些居民就对了 对 可是对这些居民来说 我家的土地是我家的 我也不能代表别人 那为什么要被指标 或者是公民团体也没办法代表这些不同意见的这些 即使是反对的意见有很多种嘛 对 所以这些我觉得都会在所谓的 不管是官方不愿意也好 或者是官方碍于时程的压力 其实我们的建设推动的时程 相较于国外来说是真的快速有点太多了 对 都没有办法在这些程序里面被好好的讨论 对 那有时候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说 啊这个 这在什么太多的民主讨论结果是没有效率 但我反而会觉得说 你一开始很决断式的做 然后引起后面的抗争 它会更没有效率 没错 说明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好好谈 大家也没有说一定是反对 而是说我们找到一个共好的方式 然后大家协调 那协调不得来 那就只好用某种的程序上面 或者是民主的表决 或者是其他国家如果是必要性的话 那当然就是国家就会强制去做 那反而说明是更快不是吗 对 就是我们常常会说 有一些我们常常听到的案件 例如说像是仲科三期好了 或者是南铁也是类似的例子啊 对 我们就是其实会说 类似这样的案子其实是一个双输 或者是多输的局面 其实就是在前端 前端大家如果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做沟通 或者是政府愿意花更多的成本 去做所谓的社会沟通 你后面要推进其实是非常快的 但都是因为 可能是因为前面的沟通不足 或者是没有办法去很细致的沟通 所以造成后面的成本越来越高 那最后就会落成一个 以航空城来说好了 就是像前面跑的这样子 没有办法做细致的沟通 结果我们礼拜一判决土地证授的部分 机场园区是有九位被告之审数 那这九位被告 他们的土地要怎么处理 或者是会不会引起更多的人做反弹 那反而让整个时程被拉得更长 这就又也是不仅是居民这边 耗费了很多的心力去做抗争 或者是跟着这个案子 那政府这边又要重新回过头来检视这些东西 这都是所谓的我们说双数或者是多数 对其实台湾人没有那么刁民 就是说事实上我们都会好好的讨论 好好的配合 你其实用某种强制性的方法 去压抑某些的意见 它反而是引起更多的反弹 如果你在一开始就可以把这些不同的意见 纳入到决策的过程 也许问题就不会那么的严重 那反而会是更有效率 当然这不是只有在土地征收程序的问题 事实上这件事情也包括环评 也有一些值得讨论的地方 另外一部分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地方 就是说我们常会觉得 国家做的这个方案就一定是对的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有没有什么第三第四 或是各种不同的方案 如果没有一个很详细的前级的评估的话 他真的能够找出一个最合适 最合理的方案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过头来讨论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影记录照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一的整理 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这一期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然后我们在看这些议题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道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也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 透过公众的捐款才能够让媒体真正的独立自主 走得更远更好做更多的报道 今天在节目上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环境全保障基金会的研究员 徐孟平 孟平你好 老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谢谢孟平刚刚在上一段节目当中 也大致跟我们分析了一下 这个桃园航空城的这个计划的源起 以及政府所声称想要达到的这些目的 跟它的发展当然也提到了 包括这个整个都市计划开发跟土地征收的问题 我接下来想要再请教的孟平是说 其实除了这种所谓的土地征收的程序之外 在这个国家的重大接受或者说新办事业 一旦确定之后它还要经过还评 虽然我觉得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 就是政府都已经决定要做 然后来做还评 那还评有可能不过吗 不过的话那政府不是被自己的委员给打脸吗 或者是说立法院可能通过案子 如果不过的话会不会又代表的是 这个好像政府的实行效率有问题等等 那这个我虽然觉得很荒谬 但我还是觉得还评很重要 就是至少它还是有一点点把关 或是可以修正的这个机会跟可能 在航空过程这件事情上 也经历过了一个还评的过程 这个还评的过程 大致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历程 有什么样的一些不足或是有问题的地方吗 那其实还评它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去检视说一个开发基地 它这样子做开发下去 会不会对周边的环境有什么样的重大影响 当然就是理想上 我们当然会希望委员去做把关 但是确实我们到实际层面上 可能有非常多的因素 不管是国家重大建设或者是所谓的可能面临选举会有所谓的政治考量 选票考量 那委员在这样的压力下有没有办法真的坚持 或者是他们的专业足不足以去审视这样的案件 就是一个现实上非常无奈的 目前看起来是非常无奈的问题 那刚刚提到说我们第三跑道的部分有做还评 其实我们第三跑道在2011年桃园航空城有一个钢要计划里面 是有提出三个方案的ABC三个方案 那这三个方案最一开始也有被送进环评里面 但是环评在中间 因为航空城这是一个二届环评的案子 那在二届环评它会有一个程序叫做范畴界定 在范畴界定会议之后 我们ABC三个方案就只剩下A方案 有真正进入环评去做评估 对 那对我们来说的话 我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 因为其实这三个方案都是民航局自己提出来的 那在计划书里面也有提到说 这ABC三个方案都可以达到目标年对于客运量的一个目标 都可以达成 那差别只差在说像是跑道容量的部分 A方案就是我们目前现在已经通过的这个方案 就征收面积最大的方案 对A方案是对周边环境冲击是最大的 不管是搬迁人口征收面积或者是 所以环评选了一个对冲击环境冲击最大的方案 对 那有什么好处吗 它的跑道容量 是最大的 那它可能如果未来 我不知道机场可能想要做第四条跑道 或者是其他的扩建设施的时候 它的弹性是相对比其他两个方案大 对 但是在环评里面 因为BC方案对居民所谓我们关心的这个 破迁层面的来说 它BC方案是完全没有进到环评里面去做评估的 那BC方案的部分的话 其中一个是之前常被大家讨论的海军基地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的话其实就是 比目前规划第三跑道的北跑道 在北边一点点的方案 对 那如果是类似这样子的方案的话 它可能可以去做调整的方式就会比较多 但是因为环评里面它只有一个方案进入讨论跟评估 对 所以我们就很难去再说BC方案BC方案的部分 你的意思是说BC方案还没有进入环评 它就被剔除掉 所以它有什么样的好处 什么样的缺失都没有被一起评估下来 说不定B方案跟C方案 它有可能得到的容量更大 冲击最小 是这个意思吗 冲击的话可能就是看哪一部分的冲击 可能例如说像是我们最关注的是社会面的冲击 那其他环评里面有评估的东西非常多 例如像是噪音或者是空气品质 对 它其实BC方案都是没有进入评估的 所以我们目前只知道A方案 就是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方案 虽然我们在刚刚谈到的这个区段征收也好 或者是环评也好 我们当然在过程当中提出了很多的瑕疵 这个瑕疵也不是单纯的这个案子本身的瑕疵 而是整个国家建设的这种所谓的历程或是程序 他就必然造成了这个瑕疵 但是基本上来讲他也通过了 然后现在在执行 但是我们又看到有很多的诉讼在进行 这个是怎么一回事 是通过为什么还有这么个诉讼 是大家不敢玩 还是说我还有存有一线的希望 还有可能去翻盘 或是至少也许不会翻盘 但是对我自己有一些保障呢 不敢玩是一个蛮重要的点 因为这些诉讼为什么有办法启动 其实就是居民愿意坚持 觉得前面的程序可能他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所以他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诉讼的方式 一边去撤销所谓的处分 那另外一边可能也是寻求一个 可以跟政府对谈和解的空间 让他们有办法留在那边 或者是主要是想留下来的居民 有办法真的留下来 对那刚刚有提到的环屏的部分 其实目前的北跑道就是大概这个 红框框起来的位置 那他距离我们一个非常近的是 我们的砂轮油库 他其实是整个供应北台湾 整个北台湾的用油 对他距离未来如果第三跑道盖的话 他距离北跑道就只有290公尺 那我们在1998年的时候 其实发生了一个蛮重大的空难事件 就是我们大游空难 对他其实当初就是造成了 大概200多个乘客全数死亡 那这个很严重的这个空难事件 他距离目前的北跑道大概是500公尺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说 如果未来我们的第三跑道 当然没有人希望发生意外 可是你必须要去做所谓的风险控管 如果未来在我们的第三跑道 真的发生不幸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故的话 他距离我们的砂轮油库 就会非常的危险 那就是冲击整个台湾的用油安全的部分 那对于这样子的通过的环凭处分 我们希望是借由就是行政诉讼的方式 把它撤销 所以这也是后来再继续诉讼的一个部分 对 那我比较好奇是那刚刚谈到的B方案跟C方案 它的跑道不是在这个位置吗 对 我们有一个方案是在目前北跑道稍微北边一点点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的部分 没有那么近 没有离那个油库那么近 对 当然我们不会说就是 它离油库比较远一点 所以比较安全 但是就是重点是你要去 还是要去做整个总体的评估 但目前这种油库跟非安的这个风险评估的部分 是我们在环凭里面 我们认为是非常缺乏的 对 那另外一个方案的部分 它就是在南边海军基地的部分 那就是离插冷油库会更远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目前进行的是环凭 还有哪些的诉讼 包括前一阵子 还包括像土地征收的诉讼等等 现在大概有哪些的诉讼正在进行 然后这个诉讼 会有带来什么样的希望跟可能性 或者什么样的改变吗 或至少某些的权益的 可以受到保障吗 我们目前团体有在协助的诉讼 大概有六个面向 对 一个就是刚刚一直提到的 第三跑道环凭的撤销诉讼 那就整个航空城的都市计划 我们也在进行诉讼 土地征收部分的话 因为航空城这个案子比较特别是 它把土地跟土地改良物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地上物 建屋 房子 那些分开征收了 再加上我们用虚地机关分的话 它又分成交通民航局要的土地 征收的土地 跟桃园市政府征收的土地 所以土地征收的部分 我们是分成四个案子 那目前总共六个案子都在 第三跑道部分 四月底的时候宣判是驳回 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败诉 那我们是在五月的时候已经写著去提起上诉 对 那机场土地的部分就是在六月十二号宣判 是九名原告 九名原告胜诉 胜诉 对 那一名是败诉 但是因为被告 被告内政部跟那个参加人 有可能在上诉 对 所以我们这个可能还是会继续 那他们胜诉会得到什么样的补偿吗 还是会 如果这个确定的话 确定是指说 例如说内政部他们 就没有要再上诉了 没有再上诉 对 或者是我们 之后在最高型可能 得到确定胜诉的判决的话 他们的土地就可以直接 就是可以留在原地 就是这个征收处分就是被撤掉 他们的部分 嗯 那这样子对航空城整体的规划 不会有影响 是基本上就是不会有影响 因为整个航空城 不需要这么答 对 这也是这些居民一直在问的 就明明就 没有我的地就不是在跑道上 不征收我们的地 你们一样可以盖第三跑道 那到底为什么要来征收我的地 对甚至我们有 这是所谓的必要性吗 对 甚至我们有一个居民他居住的社区 很 很 我们觉得看 第一次看到那个图 我们觉得真的非常荒谬 就是它是一大片 全部都化成产专区 产业专用区 就是可能未来要给那些工厂进住 可是他们的那边的社区 被 剔除 有被剔除的部分 所以他们就是 一块产专区 一块住宅区 一块产专区 一块住宅区 那 那个一块的意思就是 一栋房子的意思 对 所以就是会有这种 产专区跟住宅区 交杂的地方 那就不是表示 这就很明显的表示说 这整个区域其实一开始就没有 一定要做成 产专区啊 就是大家也很难想像说 你的工厂 切一块出来 然后这个边是别人家 后面是我们的工厂 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做整体利用 所以其实最根究底就是 整个航空城 真的没有必要做到这么大 对 所以这听起来蛮荒谬的 就是我们一直在想 前期的评估到底在干嘛 那这评估如果好好的做 那就认真去做 但是发现又不是 然后又败诉 又非常非常的复杂 然后就在看起来 这个区域至少某些地方 是里滴达达 对 那回到你自己的本身 你当时为什么会开始 去接触到这个案子 我其实蛮特别 我是大概2017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大学生 然后我们有一堂课是实习课程 那那个时候我就是去NGO里面实习 那NGO就是有在协助这个案子 所以我就是跟着那边的专员 去当地的居民或者是去参加一些工程 去做一些仿调 嗯 对就是认识这样的案件 当然之前 之前有零星厅过航空城案子 可是没有到这么深入 对 那也是有这一次的经验 结果自己大学毕业之后 也刚好有一个机会 可以进入这样的NGO 那这个NGO也是有持续在做协助 所以就一直从2017 那中间有一个可能还在学校 还没有毕业的时间 然后2018之后 又开始一直继续到现在 所以你从17年就开始 也大概有参与了6年的时间 对 比较仔细的参与大概是18 但是这一段的历程当中 你自己的心得感想 你怎么去从一个大学的新鲜人 或是一个大学的没有毕业生 还没毕业的学生 然后变成一个新鲜人 然后变成一个协助者 这一路走来 你怎么去看待这些变化 你自己的心路历程又是什么 我觉得 蛮感慨就是 你可以看到这一些居民 他可能是我们家里的 长辈一样的年纪 或者甚至是跟爸爸妈妈一样的年纪 然后你看到这一些人 上班必须要请假 为了要去街头上 那有一些可能是阿公阿嬷了 已经年纪很大了 他们可能是在家里带孙子 但是又必须要走到街头上 去做我们所谓的拿起麦克风 或者是面对镜头这些事情 对 但是 这个过程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说有些人的 反应开始会变得消极 觉得说自己很难去面对政府 刚不好 这样子没有什么用 对 那整个随着这些省一层去一直在推进 他们也会越来越 陷入一种有点绝望的感觉 对 但是同样的也有另外一些人 他们还是非常坚持的一直走出来 那他们可能就会喊着 你可能没有办法想像 你的阿公阿嬷开始去喊说 我们要保障我们的居住权 我们要保障我们的财产权 就是居住权跟财产权这些字眼 开始从这些长辈的口中说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他们真的对这个案子投入非常多精力 也非常的辛苦 那从我自己的角度的话 我就会觉得 以前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听到所谓的专家 或者是专业 但当我们去实际参与这些审议会的时候 就会发现其实这些专业 可能面对现实 或者是刚刚提到的所谓的正式考量 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无奈 所以就可以看到有非常多 像是航空城这样子 我们觉得审查不够仔细 或不够全面的案子还是通过了 那回过头再看到这些长辈的时候 就还是会觉得 虽然对于这样子的现实的无奈 跟可能有点失望 可是看到这些长辈 就会觉得 希望自己可以 能不能再多做一点 陪他们多走一段这样子 对 我觉得台湾很大的问题就是 刚刚谈到专家 但是要加上官僚 它就是一个专家官僚复合体 我觉得台湾有很多的案子 都是一种官僚的霸权 专业的霸权 这两个结合在一起之后 它会从一个在法律政策上面 造成的一种 政策的过程决策的过程 那民众 它事实上是一个厉害关系人 我们现在一直在讲厉害关系 它本身就是一个厉害关系人 它就是一个受害者 或者它可能是一个获益者 但是在里面 它基本上是没有角色的 所以才会看到台湾 这个桃园航空城 或者台湾很多的这种开发的案例 都是不断的在复制贴上 不断的在做重复的事情 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社会是有一些力量 包括孟平 包括很多的NGO一起投入 包括我们看到这些居民愿意坚持 并且透过诉讼的方式 来去得到一点点小小的公益 得到一点小小的正义 也让这个开始也会让这个社会的制度 也许就有一些改变的可能性 今天非常谢谢孟平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跟你请教相关的问题 谢谢老师 谢谢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